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你只要在Google裡面 輸入關鍵字只要是大樂透的歷史 歷史資料歷史號碼都可以 其實很多地方你會發現現在Google還蠻好用 而且現在大部分人都很習慣用Google在找資料 為什麼因為其實你基本上 想找的資料 Google裡面都可以提供給你 而且 甚至給你一個不錯的答案 比如說像大樂透的歷史資料的話 你把它Enter一下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提供什麼呢 樂透雲 還有什麼大樂透歷史的對比對 等等的 對對不對 那其中第一個樂透雲好了 這裡面我們反正先找 因為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有全部的 那我那時候就是直接點第一個 就發現說呢 第一個裡面呢他就已經把每一次上 每一次的 開展號碼 每一次每一次的開展號碼全部 都幫我列出來了 也就是說呢 最新一期是在 那個 11月28 等於是昨天開展的號碼 有沒有 然後呢 一直到 第一期的部分 第一期在哪裡呢 到 因為他 最新的是第一個 一個page 最舊的是50page 所以 最 這個是廣告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等於是第一期 從2004年 一直到2017年 他有開這麼多期的資料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這些資料 全部都放在 那個 Excel裡面 可以讓我統計的話 那我可能需要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也許 以前的做法也許 我想應該 你可能第一個啦 可能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複製貼上 複製之後 Ctrl C 然後 Ctrl V 那可是如果Ctrl C Ctrl V 那你可能需要用 就是50次啦 當然 如果他有一些新的更新的話 你又要重新 沒有應該不用啦 也許新的更新 你要再複製一次 那當然 我們希望說 可不可以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快速的 假設說啦 因為這個資料還好 他變動不大 只有新增 沒有 重新在 變動 那如果說你的資料來源是會變動的話 那你不是要重來一次 那又花更多時間 所以呢 如果說 我今天希望把這50個page 全部都下載到Excel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當然有 今天我們要來接下來講 就是 你第一個要怎麼樣 如何把那個1到50個page 全部都下載到我們Excel 那1到50的話 其實如果說重複做同樣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跑個回圈 4i等於1到50就好了 做什麼呢 把裡面的page 分別下載到Excel 下載到Excel 我上禮拜有提過 就是 那個 有沒有 資料裡面有一個 從web 你可以從web那個部分 但是呢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做一次 那你把它做50次 所以你可以把它錄製聚集 再改成一個回圈 讓它跑50次 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至於細節 等一下會講一下 你也可以試做看看 第二個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可能要解決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你每下載一次 它上面都有欄位名稱 所以你每個欄位名稱 這多餘的欄名稱 怎麼去把它刪掉 刪除列的部分 前面有講過 刪除列 那今天的話也順便 複習一下 第三個是 它的資料呢 你看這個儲存格 如果匯到Excel的話 一個儲存格裡面呢 有6個號碼 那你必須把它剖開 那如果要把它剖開的話 什麼方法比較快呢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前面好像是不是有講過一個資料剖析有沒有 這也是一樣 它中間間隔斗點 那你就用資料剖析把它剖開 本來它放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你就把它分成6個儲存格 就等於6欄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把資料分開 再利用上個禮拜 樂透彩的那個規則 用康義輔加康診 你就可以算出 1到 49號 歷年來 的 機率最高的是哪一個號碼 其實當然前提你必須要先把資料 先準備好 如果你沒有資料你怎麼統計嗎 對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1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我資料怎麼來的 未來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其實網路上很多資料都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去抓 OK 不過有一些資料呢 可以抓啦 但是有些資料 如果你用那個從web會失敗 主要原因是 如果它本身就是 開放的讓你抓的話 像這個資料 它其實 反正秀出來就是 固定的那個page 但是有些資料 同學可能比較抓不到什麼 像它可能要下拉清單 有沒有要選一下下拉清單 然後旁邊一個按鈕按一下 它才會更新的話 那就不是用這個方法了 因為那個方法變成你要動態的去 去選完之後 才能夠做下一步 那個部分也可以抓得下來 只是說 它用的方法會比較複雜 不是做不到喔 是方法 比較 複雜 而且比較困難 那不然我們按部就班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要抓的話要注意一下 只要網路上可以看到的資料 通通抓得下來 但是呢有部分是open的 就是讓你抓沒關係的話 那ok 可是有些 網站 像什麼證交所啦 證齊會 它有些資料 我就是不要讓你 我讓你看得到但是抓不到 所以它會用什麼很多方法 讓你 怎麼樣 沒辦法抓到資料 不過呢 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 反正你還是可以有辦法抓 只是說 這慢變成說是一種技能 你不會你就抓不到 你會的人就抓得到 另外第二個各位請觀察一下 每一個page 你點擊的時候你會發現 1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在這個後面的話呢 它有一些比較重要各位需要知道的 因為抓網頁的話 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什麼叫 UIL 應該知道UIL吧 UIL OK UIL其實就是這個啦 一般簡稱就是網址 網址裡面的話呢 有哪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你需要知道 這個它的網站嘛對不對 後面有一個什麼 它的一個網頁 不過一般的 靜態的網頁叫htm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問題吧 點htm是靜態 可是如果說後面是什麼ASP 或者是什麼PHP 或者是什麼JSP等等的 反正後面好像一個P 那 就是動態的 意思就是說呢 它是 動態的去抓 它有個資料庫的資料 當你載入的時候 它會根據呢 你後面的引述 有沒有 index Page 2 如果是1的話就抓第1個Page 2的話抓第2個Page 意思類推 意思就是說 它是動態的去把資料 抓到 畫面上 動態的把它畫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雖然它是同一個 同一個頁面 但是呢 它會因為 你點選的頁面不同 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有沒有動態的去把後面的資料庫抓出來 秀在網頁上面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動態網頁 OK 那 HTML HTML 實際上就是靜態網頁 HTML不能更新 但是那個什麼 像ASP PHP 這種東西都會更新 那你可以找出來規則 如果後面有個問號的話 表示說它傳遞 URL參數 裡面的話呢有一個參數叫indexPage 等於1等於2 所以呢 其實你這邊最多到50啦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來做一個回圈 所以請各位呢 先稍微把這個了解一下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再來開啟那個 我們的 這個 Excel 不過Excel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因為 裝了一個新的環境 還好 它預設是 所以可能慢慢習慣了 以前好像是打開程式 就看到有沒有 Office 那現在的話 它好像按照什麼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剛好1還好 在這裡 點擊它 那因為我這一題沒有練習 沒有範例檔 要 先建立一個 空白的 什麼呢 空白的活躍部 OK 空白活躍部點兩下 那這個時候全空白的 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請你先 學會 第一個什麼呢 先 彩排一下 因為我等一下會需要什麼 把一個聚集的錄製下來 錄製聚集這邊可能要 開發輪要先打勾 那錄製前呢 你可能要彩排一下 彩排什麼呢 取得外部 資料 上女方點錯 應該點這邊才對 從web OK特別注意 這個從web呢 它會自動呢 打開之後的話 因為資料在哪裡呢 在網路上 那它會自動幫你把 這一個 一個畫面 把它載進來 實際上 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有點熟悉 因為 它是把IE瀏覽器 怎麼樣 幫你遷入到 這個畫面 意思就是說呢 把IE瀏覽器 怎麼樣 塞到這邊 把它當成一個 外掛的程式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把 剛剛的那個 網頁 有沒有 這個網址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Page開始好了 Page1 然後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OK 然後呢 你把它倒一下 它會有些錯誤啦 反正你就試就對了 全部都試就對了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JavaScript 可能會錯誤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只要是 這個網頁裡面的標籤 是 表格的話 其實 理論上應該裡面是一個 一個Table 不過因為 我們有些同學 可能對那個 HTML不熟的話 他就是盡量避開 反正呢 這裡面就是一個一個表格 那在表格的左上方 會出現像這樣的符號 那你要選取什麼呢 選取其中一個表格 假設我要這個表格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匯入到哪裡呢 匯入到A1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會 自動幫我把網路上面的資料 自動下載下來 可是我現在呢 只有下載一個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下載第二個呢 那其實你可以把 把剛剛的 這個動作錄下來之後 然後外面包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就for I 等於 1到50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網址嘛 不是每一次每一次貼呢 都會變動一下 所以這個變動一下 第二個Page 第3一直到50 對不對 不過第2個問題可能就是說 你要匯入到哪裡 預設是A1 可是呢如果說你第2次應該是 哪裡呢 應該是 再往下 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那幫我匯入 所以待會錄完聚集之後 需要修改 我們的程式 改幾個地方 改兩個地方 改完之後呢 你按個按鈕 它就會全部幫你把所有的網頁的資料 通通都下載下來了 OK 應該了解我在說什麼啦 只是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會把 那個細部的部分 再跟各位做說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 也許你先了解一下那個大樂透 我剛剛是Google 也許你 到那個Google的首頁嘛 輸入那個大樂透 控一格歷史 當然如果你自己有 在 算買那個什麼呢 像不一定是 大樂透啦 如果你要威力踩 或者什麼什麼 精彩539啦等等的 反正一堆 那你也可以 利用同樣的方式 修改一下 你就可以把利來的資料 全部 一個按鍵呢 全部都把它 登錄下來 當然甚至你可以再把後面的動作全部做完 然後最後呢 自動顯示出 利來 這個開獎 機率最高的前幾名 你把它列出來 或者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功能 也許你可以 用不同的方法把 可能 可能的條件的把它分析 或者歷年來 哪一天開獎的時候 開哪些號碼的機率最高 也許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待會 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並且 彩排一下 我們等一下呢 就把那個 剛剛的部分呢 再做說明 好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